烏果雞絲拉麵 現在這種天氣最適合來一碗拉麵 超好喝的 如果你把雞湯加牛奶 會不會很衝突 告訴你 不會 哇 超好喝的 YA 我們型男大主廚 1-1度的年菜來了 這次型男大主廚的 淫度滿唐納福族 就是年菜 時間呢 從11月10號到12月15號 招鳥優惠 只要多少 3699耶 喔 免運耶 很小燕耶 而且今年有7樣菜喔 那我的菜呢 我今天設計的菜就是 黑蒜 螺片 烏雞湯 今天要介紹我的菜 如何來做加熱烹煮 記得要加熱時候 一定要完全退冰的情況之下 不要半冷凍喔 這個很重要 好 把烏雞取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整袋 你找一個湯鍋 就把所有材料倒進去 那我建議的時間呢 就是大火10分鐘 然後蓋上鍋蓋 再燜 中小火5分鐘就好 大概就是15分鐘 那我今天比較特別的 就是想要把它改造 過年嘛 大魚大肉 大家都會吃剩下一些些 因為愛武春嘛 所以有時候留到 初二 初三 初四 都還在吃這一鍋 我今天來教大家 怎麼改造我的雞湯 好不好 好 那我要怎麼改造呢 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要把它改造成 烏骨雞絲拉麵 有點類似像那種豚骨拉麵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很愛吃拉麵 首先呢先來做一個燙麵的動作 去市場上面就買這種拉麵 放到滾水裡面 滾水裡面可以加鹽 可以不加鹽 其實都沒有關係 因為畢竟分量比較少 這邊只要大概煮個5分鐘左右 就是做很簡單的穿燙的動作喔 那我們麵燙好了之後 就把它撈出來 接著我們麵燙好就燙蔬菜 那蔬菜我今天選用的是豆芽菜 如果你個人想要吃小白菜啊 或是其他的高麗菜啊 都可以 菜燙好了之後 接著呢 拉麵需要什麼 不是蛋吧 對 就是蛋 那一般拉麵來講 是不是都是加那種 溏心蛋啊 對啊 溫泉蛋 我今天教大家 剩下的燙碗的麵 繼續來做一個水波蛋 鍋裡面就加少許的鹽 那這邊的鹽量的話 其實可以增加多一點 大概就是3%的鹽量 那再加一大匙的白醋 因為白醋它可以凝固蛋白質 在你蛋打下去的時候 它很快就可以凝固了 那接著就把蛋先敲在我們的碗中 接著用湯匙或勺子把它繞圈圈旋轉 不是自己旋轉喔 旋轉 跳躍 我比這眼 欸 又 又板拳了 B 繞圈圈的目的是因為 待會水波蛋放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中喔 就會在中間 蛋接進水面之後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來你的火 切記不要大火 就是中小火的狀態 如果你想要吃蛋黃 它是生的話 你就看到它蛋白旁邊已經凝固了 你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但是我個人比較偏好是 再熟一點點 大概七八分熟是最好的 我們就繼續讓它泡著一下下 OK 那我們雞就這樣附熱完成了 家裡面吃完一定會閃掉嘛 因為有雞腿被小孩子拿走嘛對不對 然後只剩下雞脖子啊 或是胸 雞胸 人家都不吃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抓雞胸的部分 雞湯裡面 大家最不愛的就是這個雞胸 我們就來把它扒成絲 輕輕撥就下來了 對啊 你看 那個雞是電腦滾的嗎 不是啦 我們這不是用電腦滾的 我們這用 垃圾樓滾的 好 我們今天就取一些 就大概先撥一些意思意思 接著呢就來做湯底的部分 湯底的部分我的改造呢就是 加鮮奶 然後就開火 這時候呢我們就是取適量的雞湯 欸 有沒有像那種日式豚骨高湯的概念啊 正統的豚骨當然不是這樣做啦 它就是用豬骨頭啊去熬成它的乳白色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煮滾 那我們就來組裝麵的部分吧 因為這裡滾了就可以加進去 OK 那我的烏骨即時拉麵就這樣完成了 我們來試吃吧 哎呦 現在這種天氣最適合來一碗拉麵喔 哎呦 這個滷白色的湯 首先呢我要說 如果你把雞湯加牛奶超好喝的 你覺得說會不會很衝突 不會很怪嗎 告訴你不會 哇 超好喝的 吃膩的大魚大肉 你想要來一個簡單的 那試著把這個雞湯做這樣的改造 其實也是不錯的 最後我們還是要來懇請大家 我們的超值優惠組就是11月10號到12月15號 如果想要訂購的朋友 燒鳥優惠真的不要再錯過 趕快到料理123的官網去訂購吧 我是米澤 一定要訂購 今年有我啦 把它訂起來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